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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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東西切一切 你們要多切啊 像把手的切切勒 你們應該也會這樣吧 會沾手就一起全部切一切 是不是大家尋找共鳴 祖父媽媽們 毫無基障 怎麼會撒成這樣 絕對拿大的 讚… 你們 我是有剛剛緊急給了我一個 之前買的東西 他剛剛嚕了幾下 我想說那我用這個來試試看吧 因為不然紅蘿蔔沒辦法漂亮 來看一下它出來的紅蘿蔔有沒有比較漂亮 喔有耶 比較長條 因為我剛剛刷出來是長這樣 就是它比較薄一點點 它刷出來滿漂亮的耶 紅蘿蔔真的是不需要這麼多 紅蘿蔔味道真的超重的 紅蘿蔔最適合煮咖哩了 因為到最後它的味道就會有點消失 哇 好香喔 再切一半比較好擠 九層塔 九層塔超級容易壞 我們家以前其實有種九層塔耶 因為我媽超愛九層塔的 種超多多 先切碎 我們先來搬一個最漂亮的 可以讓它等一下在上面點最 這一個… 九層塔記得平常如果買回來的時候 絕對不要碰水 因為它超級容易壞 好 要開始做了 備料完成 今天用這個 媽媽 把它全部都先拆開 反面的水再加熱 跟大家說一下 你們知道泰文的泡麵啊 就是說我今天想吃泡麵的時候 就是我今天想要吃媽媽 雖然說它是一個牌子 可是在泰國呢 媽媽就是所有泡麵的統稱 可是它其實也有一個正確念法 而且我在問我媽的時候 我媽自己還忘記正確念法怎麼念 然後我媽還說沒有正確念法 就叫媽媽 結果我掛掉電話之後 隔了10分鐘 我媽就打電話來就說 欸妹妹 沒有啦 正確念法叫做 我就說 蛤 泡麵 我只是要吃一個泡麵 我就要講豆茶嗎 她說對 如果你在比較正式的場合 或用的時候 用到的時候是 吃這一句 泡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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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唷唷 唸起來好像瞬間泰語會變得很厲害 你們不覺得嗎 來 大家一起發音 泡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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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媽自己都忘記 所以可見真的是很少人用 我要把媽媽丟下去了 媽媽 媽媽 等一下 它剛剛已經滾了 然後就把這些趕快迅速的 給它丟下去 好 10包 好 有點滾了之後呢 我們稍微拉一下它 就是稍微攪拌一下它 我們不能把它煮得太熟 因為等一下還要炒 在有點半熟 半熟的時候就要撈起來了 這麼多 我剛剛還在想說 泰國泡麵就是它的那個量看起來偏熟 所以煮起來應該還好 結果看起來超多耶 先把這個撈起來 奇怪 我為什麼不管怎麼吃都很容易撈的 都亂七八糟了 我這個量真的很多耶 接下來我們先來調調料 先把這些粉包全部都倒出來 給你們看一下 它這個粉包裡面的香料就是比較多 然後其實真正的鹹度是在這一包粉包 我之前第一次試做的時候 一包我就配一整包的粉包跟醬包 就是它原本的配置我發現太鹹了 所以我今天呢 就只打算下五包 十包媽媽 包粉包 然後剩下的粉包也很好用 你之後可以拿來炒麵 然後炒青菜之類的 其實都很好吃 一二三次 這粉包很重要 再來就是醬包了 我很討厭擠醬包 因為我每次都覺得擠醬包 很難擠得很乾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盡頭 之前有一塊很喜歡吃的那個印尼泡麵 它是那種分三個 然後所有的醬跟粉包放在一起 我每次都很難把它用得很乾淨 可是我很喜歡吃那個牌子的泡麵 我怎麼變成歐巴桑的醬汁 那醬用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加一些熱水下去把它刨開 好香喔 我想去泰國 我好久沒有回去了 以前回去的時候呢 最喜歡去做一件事情就跑去Seven 因為泰國的Seven食物真的是很便宜 香蕉 煎餅 泰國食物超甜 我超愛的 好 攪拌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setting我們的位置了 我今天是不是很像一個碎麵的 正念懷舊的長者 但我不是長者啊 我只是…只是懷舊 好 這樣子 超大的鍋子 因為其實佐料比較多 我很怕用一般的平盤把煎 加洋蔥 蘿蔔 自家產的泰式海鮮炒麵 裡面有滿滿的蝦的味道 量就是要多 我自己也會覺得太多 完全就是因為 超討厭我 我的紅蘿蔔紅醬呢 拿那個洋蔥 炒軟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豬腳肉給丟進去 肉有點半熟之後呢 就可以把蝦仁跟小卷丟下去了 蝦仁 小卷 丟進去之後呢 加一點點剛剛煮麵的水 肉有點半熟之後呢 就可以把蝦仁跟小卷丟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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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讓它下去 然後跟剛剛調好的這個粉包 快速的炒一下它 這只有中泡山版的耶 是用叫喊的 哇 這超大一盆耶 全家產是不是 我們蘿蔔的菜脯 好 差不多之後關火 起鍋了 大家我來了 你們以為海鮮酸辣炒麵就這樣完成了嗎 但不是 接下來是我們的秘密白盤 是不是以為就只有這樣子但不是 這裡想丟嗎 這時候火要很小 因為我想要所有的蛋都接在一起 小火 完成 倒這個做這種 合在一起有點像是太陽蛋嗎 這是有什麼秘訣啊 好 我來試試看我究竟可不可以倒成功 究竟能不能成功讓它平鋪在上面呢 來囉… 裡面分量太多了 看起來相當的空虛 但沒有關係 我剛剛還在想說這是我的小秘訣 我的超級擺盤 結果看起來無敵的空虛 大家不要緊張 還有其他的配料 告訴你 新裝電話 現在要撒一些酒精湯在上面 我覺得有點相比細了 大家說是不是呢 到最後呢 我們再插上一根最美的 完成 完成 水吧 順美吧 好 上菜 我肚子好餓喔 完成 我的泰式海鮮酸辣炒麵 其實我用的第一點是蝦薇麵 煮起來 哇 療癒香 我先來吃吃吃看 我們先來戳破一下蛋好了 我發現我剛剛蛋好像有點煮太熟了 啊 這個可以 應該要這樣 哇 這個 打不起來 蛋 配上面 就是我煮的嗎 欸很好吃的 嚇死了呢 因為我粉包只有放五包嘛 一半 它其實酸味跟辣味啊 都是那種微微的 可是它的香氣其實 泰式的香料味其實還滿重的 就是不會讓你吃完之後 覺得很重口味很heavy的感覺 在你嘴巴裡面整個炸開 你在咬的過程中啊 那個魚露跟那個辛香辣的感覺 就會慢慢的出來 接著你覺得 好像有點點過頭的時候呢 蛋就來救援 蛋救援完之後你會覺得 好像有點沒有什麼夠味的時候 九層塔就出現了 很好吃耶 這跟泡麵泡起來的味道 完全不一樣耶 因為我那天四煮的時候 料沒有放這麼多 四煮的時候都沒有這麼好吃耶 很厲害耶 開始覺得粥煮食包不夠了 超好吃的 我在吃媽咪滾三堆肉 媽媽麵 媽媽 非常的像在泰式餐廳買到的那種 炒麵的 粉的 完美 很好吃耶 媽 你看到了嗎 我是可以駕馭泰式料理的 因為我們家不是 我不是說小時候我們家會有一些泰式料理的 組的一些器具什麼之類的嗎 然後我們家就有那個木波 然後是專門倒那個青木瓜 然後因為它的調味料其實太多 我每次都亂夾 那魚露就是亂夾 夾超多 我每次做出來的青木瓜都超難吃的 我媽就一直覺得我做泰式料理就是真正不行 結果就 欸 鵝魚… 現在我們來擠擠看檸檬 我檸檬其實都沒有先擠耶 我不知道大家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是屬於會擠檸檬還是不會擠檸檬那一塊而已 檸檬 看點一下 擠完檸檬呢就是一定要先去洗個手 其實我個人很少擠檸檬 不然的話就是用湯匙之類的 或是把它泡進去搓一搓它 因為擠檸檬會不夠啊 突然想到我們的重要人物幫我擠檸檬 這種蛋黃真的是太療癒了 而且我的豬絞肉放超多 好幸福喔 你看這個全部都是肉 加檸檬的啊 它那個纖維會整個被提起來耶 為什麼我的蛋沒有辦法 就是全部都黏在一起 你看它還是一顆一顆分開 煎得很美 可是就是沒有辦法都黏在一起 大家讓它黏在一起的別竅是什麼 嗯… 幸福 超多料 然後我丟超多蝦子跟那個豬絞肉下去 我發現嗎 其實我蝦仁 我買的是那種就是一般超市的草蝦 它其實會有很多那個藏泥 所以我剛剛很認真的一直一直在清洗 把它清洗很乾淨 因為我覺得看到黑黑的一條燈納會有點影響食慾 如果是我自己煮東西的話 我都會洗得超乾淨的 我覺得這超市的台灣人口味 就是又有酸辣感 可是又不會讓你覺得 就是整個香料感在你嘴巴裡面 就是很稀鹹 或是很死酸 如果大家喜歡吃那種酸度比較高 可以吃它另外一塊 MAMA的那個紅色麵 酸辣麵 這個就真的是很酸 這個蝦味麵的味道就會稍微差一點點 我突然想到我剛剛本來要聊了 我覺得泰國的超商 最喜歡就買他們的膠原蛋白飲料 因為他們的膠原蛋白飲料 很便宜耶 15塊 然後裡面含的那種膠原蛋白的量都超多 正常一天攝取的量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天啊 含膠原蛋白又弱了 然後只要15塊 或是10塊錢 好划算喔 每次去的時候都會狂喝 我以前回泰國的時候啊 泰國的家人每年 他們都會有一次的家庭聚會 會去海邊 然後租那個民宿 然後大家一起在那邊吃啊 玩啊 然後跟板德 然後那時候我第一次參加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的期待 我就去那海邊 就玩得非常的開心 一整天下來 然後就晚上又接著板德 我就整個很興奮 想說又有很道地的板德 結果沒有一樣東西我可以吃 因為我媽就跟我說 就是家裡面的人有為了我 所以板德全部都是叫小辣 因為我本身呢 吃辣我覺得算OK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泰國的朋友 就親戚朋友都太會吃辣 所以我沒有想到他們的小辣 會如此之辣 結果從頭到我那天的晚上的那個板德 我剛剛只有吃了沙拉跟水果 然後就跟我媽說 媽 帶我去水門 什麼東西都沒有吃 連那個魚喔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魚都還怎麼有辦法 可以煮得這麼辣 我還把那個醬料都撥開 就只是魚肉 然後我一吃就哎呀 我媽還是想說那是不辣嗎 媽 超辣 辣胖 外婆 就有點心疼 這樣說 特別準備好料 結果我都沒辦法吃 很開心 但我真的 真的太辣了 好懷念喔 那時候的照片都存在無名耶 現在都沒有照片了 以前太追求修圖了啦 所以所有的照片 修完圖之後 元檔就會全部閃掉 然後現在沒有無名之後呢 那些照片都沒了 可惜 我來我完美的最後一口了 最後一口喔 吃完了 今天做的泰式海鮮酸辣炒麵 非常成功 我很推薦大家可以在家裡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煮完之後 跟原本你單純只是泡它的味道 我覺得我真真不敢 我覺得一定要加配料是豬絞肉 然後你們再看你們自己個人要不要醃漬 因為我們的泡麵粉包只有放一半的話 其實還有那些粉包是可以拿來利用的 所以你們大家可以在家裡自己嘗試看看 因為我覺得味道真的是不錯耶 不錯 讚讚 而且不會到太辣 泡麵粉三零 對 就是這樣子 我這樣叫我對嗎 我是不是不應該叫這樣 我覺得我等一下好像會被我媽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 Bye Bye 水晶晶水媽媽 我真的有買拚喔 這段不是業配 有拚過了 真的有拚 很爽耶